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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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又来到《法学行生》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题目 是比较沉重的 我想首先介绍一个名词 这个法学名词 也叫做《Michael Toxin》 Michael Toxin Michael Toxin是什么呢? 叫做《毒》 Michael Toxin是毒媒菌素 这个名词一般来说 在报章上 或者在中学 我们受教育的时候 先生很少的机会看到 所以趁这个机会 大家记记这个名词 Michael Toxin M-Y-C-O-T-O-X-I-N Michael Toxin 是毒媒菌素 毒媒菌素 毒媒菌素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的中文名词已经怎么都明白了 是在猫里面 发猫发烤 OK 那你当然会问 发猫发烤 有什么这么了不起呢? OK 你什么特别 整个节目来做它 我记得在大学三年班的时候 我们进修班里面 化学进修班 比较高级的一个班 就是说的 整个学期学的 就是Michael Toxin 这个字 当然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化学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Michael Toxin 拿命的情况 是远远地超过 你想象的范围之内 可以 庆福一个国家 可以灭一个民族 所以不要以为它是小事 它绝对不是小事 你这些米 如果它湿了水 吹了来 发了猫 它会产生的Michael Toxin 尤其是黑色那种 因为猫是有很多种的 那这只猫 最要命的呢 就是 那个Blood Mool 这个Blood Mool 它产生一种化学品 叫做Alpha Toxin 那这个Alpha Toxin 那个字岩率 是全世界首屈一致 那如果你没有听过 这个名词 就是因为政府在这方面 做的工作 宣传工作 是可能呢 非常缺乏 那我们一会儿再尽一倍 探讨这个问题 那 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人呢 很厉害的 哎 你 就是我呢 这个人呢 很少会发现这件事 但是呢 我会对猫很敏感 因为我曾经自己撞过板 那发猫的地方呢 轻易呢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乱搞它 一定要去步骤 去对抗它的 那凡是那些 那 那 你有钱也好 没有钱也好 OK 工人是会偷懒的 比如 而且呢 你的马桶附近 你通常都放些雜誌 那些东西 那 那这些雜誌呢 那这些雜誌呢 就会产生什么现象 会发猫 所以你事事要清理它 而且因为 那些通风不是太好嘛 那 那 香港有很多厕所 非常通风不好 那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 呢 加累一些人类产品 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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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福通风啊 啊 还要养养器 這個不是无养病 那 那 那它就会产生流因子 那这些流因子 那些流因子 或者是绿色的 或者是 黑色的 干的之下呢 有些灰灰白白的 那些 那些 黑色就是 Blood 是 其中呢 最危险的一种 那 我曾经提过 无论你有钱也好 没有钱也好 穷 穷得有自喜 即是你要主動你的人生 就有四個字 窗名、記席 即是無論你的經濟能力怎樣 你是保持默色你周圍的環境 原來是可以幫助你 一可以幫助你自己心心都有好處 另外防止毛的發生 在一些黑暗的地方 如果是有些牆壁 是被水 尤其是現代的石灰板 假石灰板浸水之後 發毛的機會是99% 如果不處理的話 尤其是香港簡直是不堪設想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這個現象 不要忘記它的危險性 你也有一種經驗 會記得那些麵包 日子內都會有一些青青綠綠的 白色的或者黑色的毛在上面 要不得的 不要以為撕掉表面 就在裡面沒事 因為它的筋和排泄物 是深深地透入了這種 有細毛孔的物質裡面 而因此在清理過程之中 我就奉勵大家 如果身體不好的話 你不要亂搞它 如果用電子起眉鏡去看這些毛 你會發覺它是一些 很多細細粒粒的球體 好像乒乓球 混在一起 它很容易被浮入 在康列之中 因為它太細粒 同時 這個包子和靈芝包子 是兩件事 適得其反 相反的 這個要命的 那它裡面所 這些浮油物裡面 它裡面所包含的 Alphotoxin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它的致癌率 是世界上No.1 如果你是做一個恐怖分子的話 就是去散播這種模式 你想想你不用什麼工廠 很容易製造很多模式 收集給那些菌 那些模式可以令到一個國家 傾家浪產 所以贈在一個國家 要保護自己的子民的立場上來說 你必須要明白 對抗這個模式有效的辦法 以及對它有警覺性 不要以為它不會在人間出現 另外 香港有香港腳 有很多選 是有這些模式產生的 亦都是可以跟著的 不是不跟著 不要聽上的謠言 亦都不懂言語 所以你自己 隨便拿一些over the counter 隨便買一些藥回來搞定 尤其是香港什麼藥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因為這個 需要一些專業知識 所以尊重醫生 我希望 因為他們在這方面 希望有特別的手分 你就找它去跟視你的問題 OK 就要記住 要聽醫生的吩咐 因為它會教你一套的方法 這隻貓菌可以說得是能阿能生阿 它是無處不在 我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 這隻貓菌 這個菌是我們中國人的核心 全世界上所有的肝癌 而由這隻貓菌引起的 那隻名叫做HC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ato就是肝的意思 Cellular就是細胞的意思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就是癌 所以組合就是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為什麼要再說這麼多一次 因為呢 百分之四十以上 即是人類一般的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是我們中國人那麼容易 為什麼 問一問 是因為我們的環境裡面 不注意那些貓菌 因為我們基因 是否有缺陷 不得而知 但是我希望政府 去留意這個問題 因為呢 為什麼要去這麼慘 去死於這個癌症呢 不要忘記 我剛才提過 這個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這種毒呢 這種Michael carcin 它拿它治病的這個率 是No.1 而病了 癌症之後你的死亡率 你猜猜它是多少 在心裡面有什麼數字呢 擺膽地假設一下 但是 各位 死亡率是95% 所以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我不緊張 OK 它之所以 No.1 就是它不需要很多分子 即Rapatoxin 諸如此類的 這個Michael Clarkson 它們是直接能夠影響 你的DNA 或者是RNA 即是你的遺傳基因 任何物質遺傳基因 有搞作的話呢 都是致癌的 所以呢 大家 切記在心 那至於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 最便宜的方法 也都不需要特別專家的方法呢 就是Clorex 漂白水 市面上現在賣的漂白水 如果它寫著是1比99 幫你拌好了的話 你千萬不要買 你最低限量買濃縮的 它應該是5%左右 你最高買回來都是5%左右 那你將這隻濃縮的水呢 1比10 記住不是1比99 1比10 混在一起 作為一個噴壺齋 噴到感染的地方 滑走它再滑 滑走它再滑 這樣呢 就給它機會浸一下表面 就永遠不要用乾的布 去滑這些表面 因為你這隻沉溫飛上來 你一旦紋了來 吸了來 或者浮游在空氣之中 何乎呢 所以 既然知道它要命 就要小心 有些酒店啊 有些地方特別潮濕啊 它洗東西的時候 用了一些鹼液 自作聰明 那些鹼液分分鐘 是對它們的營養料來的 假如試一下 你猜它發生什麼現象 所以很多酒店的走路 如果有一個狼狼 你說它沒有貓的機會 就很少了 OK 你長期處理這樣的環境 如果你家裡是這樣的的話 就更加要小心 那呢 就 漂白水裡面 在化學上面 最重要的化學元素 就叫做hypochloride OK 那這個呢 它標準是5.25% 那這個就是 你能夠買到 所謂濃縮的 這個 漂白水 那這隻漂白水 你用的時候 記住 你的鹼液啊 肥鹼啊 這些是用來去污的 它的工作是去污 不是用來殺菌 你不要把這個混合 要殺菌 你就要用漂白水 因為呢 很多殺重齋 譬如你說 其實都是用漂白水 那些hypochloride 用來做殺菌的 所以呢 它的工作是非常之好 機平又好用 記住 永遠 永遠 不要用漂白水 撈酸的東西 粗 加漂白水 等於 chlorine 即是陸氣 自受也有份 那我有朋友 曾經中過毒 所以呢 在這方面 不要輕視 那就 有些 混合之後 亦都會產生這個 氫化鹿 是一種氣體酸性的 亦都可以拿你命 所以 小心為健將 如果你中了這個毒 你怎麼知道你是在做毒 那很多時候呢 你就賴了其他原因 甚至賴了你的 家裡的親人 都不一定 但是呢 記住 呼吸你會困難 你會有喘 因為肺也分分鐘會腫 肺也會出血 那你的喉嚨會痛 那口腔 經常會發燒的 你鼻鍋 但是那些痕 而且很容易會濕的 甚至有鼻血 那你的心律就會不正常 你的心也會發現 血壓會低 甚至會內出血 眼會紅 而且有黃眼 所以黃眼的東西 不一定是黃眼病 小心點 而且視覺是不模糊 因為你中毒 可以說到 百病重生 那 奉勸大家一句 如果你是有 偽孕的 你有小朋友 在肚子裡的話 千萬記住 要遠離任何毛病 因為它能夠改造RNA 改造DNA 也都可以改造你的嬰兒 是有非常之不良效果 而且是有多少人中毒 我實在不知道 我告訴你不是開玩笑的 那對男士來說 它甚至 不是甚至 是極可能 會令到你 房市方面 是不方便的 那大家都有一個經驗 有些橙 壞了 街市 隨時都見到 橙壞了 它上面 有些綠綠的 有些白的 有些黑的 有些白的 有些白的地方 那些就不好了 那這隻呢 就是 Flatoxin 外國是一個明星 很出名 他做了很多戲 他叫 Britney Murphy Britney B-R-I-T-T A-N-M-Y 我聽聞呢 他都是中了 Blood Mode 的毒而死亡 那我剛才跟大家提過 這個Blood Mode 它產生的 內毒素呢 是 全世界No.1 致癌 而致癌 有一半呢 我們中來是 野上心的 叫做HC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那 這個 温宅一下 告訴大家 再一次 提醒大家 不要輕視這個毛病 那在第二次 不是第二次 是第二戰之後呢 在越戰期間 有一些國家呢 很浪心地 就是用一隻 毛粉 叫做Yellow Ring 黃雨 其實呢 這隻 Yellow Ring就是 D-Moe來的 D-Moe是毒來的 是 真的要命 那現在那些恐怖分子 有沒有用 我不知道啦 但是呢 我想希望呢 大家去正視這個問題 那另外一件事 我想提醒大家呢 要做主動的人生 化學的人生 在香港的後階行呢 很多時候的牆 你會看到的毛 生到的 實際是高的 那香港政府 如果是 不去正視這個問題呢 它沒有做自己的工作 那我相信不是的 只不過呢 很多時候的政客呢 是很難說的 沒有人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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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記住 督出你的政府去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香港是很多 後解後巷裏面 是有毛的 那這些毛呢 是可以致硬的 那呢 政府呢 亦都可以很便宜的方法 處理到的 多謝各位收聽 拜拜 拜拜